咕咚来了 森林中有一个很大的湖 湖边长着一棵高大的木瓜树 树上结满了黄灿灿的木瓜 有一天,小白兔从木瓜树下经过的时候 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 从树上掉了下来 咕咚一声正好掉在了湖里 小白兔听到咕咚一声,吓了一大跳 以为是一个大怪兽来了 于是拔腿就跑 狐狸看见小白兔慌慌张张地逃跑 忙问道 小白兔,你跑什么呀 不好了,不好了 咕咚来了,快跑呀 狐狸看到小白兔那惊慌的样子 也以为咕咚是个很可怕的怪物 吓得跟着小白兔没命地跑了起来 你们跑什么呀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呀 不好了,咕咚来了 快跑呀 猴子也不知道咕咕咚是什么 也跟着它们跑了起来 一路上,它们碰到了狗熊 搬马,大象,老虎 于是狗熊,搬马,大象,老虎也跟着没命地跑起来 一路上很多小动物都加入了逃跑大军 最后,它们碰到一头狮子 什么东西,把你们吓成了这个样子 这时候,它们已经跑得满头大汗了 七嘴八舌地说 不好了,咕咚来了 咕咚,是个什么东西,住在哪儿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回答不出来 这时,小白兔回答说 咕咚正在湖边 狮子听了,说 你带我们去瞧瞧 大家都别怕,有我在呢 小白兔带着大家来到湖边 大家都瞧瞧,七瞧瞧 咕咕咕在哪儿呢,怎么没看见呢 这时候,又有一只木花熟透了 掉进湖里,发出咕咚的一声 这下,大家才明白 咕咚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怪物 小白兔看着大家 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别的小动物们也很不好意思地 红了脸 红了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